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大革命 乖乖逃跑好了 我看不到它 怕什麼 I'm gonna smash your skull in the place Ah, yes Wise man knows when to admit defeat Victor 唉呦 應該沒有看到我了吧 再來 來看一下喔 亞諾維克多多里安 上於1768年 是查爾斯與馬力之子 亞諾的年幼時期 大部分都與父親在歐洲與非洲旅行 他的母親則因為 什麼哲學的差異 而離開他們 哲學的差異或許可以解讀成 發現丈夫因為政治原因殺人 我想他很迫切的想要離開那個人 亞諾的歷史 紀錄出現在 18世紀80年代 他的名字出現在幾個 往來於 馬歇利與 凡爾賽的公文中 片段的紀錄可以證明他 在1789年時 他是個巴斯底監獄的囚犯 但他並沒有成為 暴動中被釋放的犯人 接著他的名字 亞諾多里安 就開始出現在 拿破崙的日誌中 包括1792年8月 1795年10月 以及1808年5月 我們還在努力挖掘 亞諾與拿破崙之間的關係 我只能說他們有著 有趣的友誼 這樣一個哲學的差異 讓這段關係變得有趣 法蘭斯瓦德拉瑟爾 關於法蘭斯瓦德拉瑟爾 目前沒有留下 沒有太多留下來的資料 他是一個不怎麼有名的小貴族 在凡爾賽的一座小莊園 在巴黎還有一棟房子 而且還是國王和米拉波的密友 他的妻子朱莉在1770年間去世 而德拉瑟爾只能獨自扶養女兒 愛莉絲長大 喔 剛剛那個小女孩的爸爸就對了 還有嗎 沒有啦 沒有啦 這樣他都為什麼 喔 打滑打滑 欸等等等等等等 好不要你過來過來過來 對 這大的動作有一種 順暢感 這太高應該跳不下去 好像落下的 哎呦 還追來啊 好嗎 就是個小小小小的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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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 等我去寻室 不让我看这个看 Victor弄断当他演的佛法 大家都知道他 Arnaud 你跟谁聊吗 谁 你无人 你会认识 我承识了Olivier 让他离开 更重 再次 感谢您您的感谢您的感谢 我肯定是做的 那是甚麼? 給Elyse的照顧我的照顧Elyse 驚動穿裝器是甚麼? 喔這個 那就繼續阿 他改成說是挑戰了 沒有再叫我 沒有再說是我的那個 趴數這樣 凡爾賽村 當路易十三於一六二三年 在凡爾賽村建造第一個狩獵小屋 他被廣袋森林包圍 讓他能沉醉於最喜歡的運動 他的兒子路易十四決定讓他成為法國的中心點 在十七世紀六十年 六零年代 他決定建造一個城堡 因為他的野心想要控制整個法國 事實上他離開巴黎的原因 是不想與投資黨 運動兒童暴動牽扯 總之他不再想要 生活在巴黎 觀眾熱情當中 在1665年和1680年間 每天有約兩萬五千人 及六千匹馬忙碌的工作 一個無比合作的團隊日益敬業的工作 晚上則在火炬照明下繼續努力 欸星期四都不能休息 顯然不是教會能容忍的工作 法國國王想藉著金幣輝煌的皇宮來顯示 他在歐洲領域無與倫比的權利 他想對全世界顯示自然威脅的法律能力 凡爾賽公無庸自宜是個完美展現 我覺得夠硬到可以安裝地板 你要知道我沒有六千匹馬來幫我 這並不是說他們能好過錘子 凡爾三村也因此迅速發展 如果林景是為了容納所有城市 在1682年他們編製為六千到 到1690年他們的人數已達到一萬人 為了確保凡爾賽村繼續存在 路易十四決定在凡爾賽村 所有建築物都不可因債務而被扣押 照備真凡爾賽公村的魅力的吸引力 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在城堡做出很多改變 如同將村莊改造成一個樞紐中心 既然發揮王室政府威力 這就是凡爾賽巴洛克音樂中心 從字面上看 一個閒少樂趣的房間 本質上是一個王室的衛裝和廚藏室 1789年5月 雖然這個世界都應該會實現 就先把我們成為婦景 那是婦景賢物 那是婦景賢物 在從子來 那是婦景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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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不要 Utah 所以要先去俯看一下 L2是蹲下 L1是瞄準 R1沒有什麼功能 R1沒有什麼功能 這話是切換武器 啊這也太長一排了吧這個武器 我先把 點出這感覺就是類似之前的那個 碎片 嗯 不然我先去這個拿好了 啊不對 這叉叉才是標記 標 它在上面喔 可以這樣翻出來欸 這麼酷炫 啊碎片是這個對不對 喔它是可以在線上用的點數喔 把它比碎片稍微有一點 有11一點 那我的標記咧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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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告訴我我拿到什麼 這是任務 我要先拿東西一下 這個在上面啊,我才剛下來耶 要按往上才有往上 應該是要從這裡進去 按下L2可以進入窗子 L2 沒有啊 他們不用按啊 他就在進入窗子了 他是切換不用一直按著 那我再去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 商店 冒灰,我先去看冒灰 他好像不能跳下去 他好像不能跳下去 他還在牆上踩好幾步耶 我要怎麼樣才能順順的跳下去呢 這張就收集到了 看應該是什麼 冒灰 一圈圈圈的彩帶 通常被裝飾在帽子上 革命的冒灰 代表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法國國旗顏色 藍、白、紅 有時候也被稱為三色旗 三色旗的想法是 是於1789年7月17號 在巴黎市政廳的會議上 由拉法葉向路易十六所建議的 他建議巴黎冒灰的藍色和紅色間 加上顯示君主體制的白色 代表君主全力再次崛起了新勢力 請注意 王位無法永遠持久 但他的代表象徵可以 我應該沒有漏掉什麼吧 他之後還會顯示那個藍色耶 不,不,我懷疑了 借過 借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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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借過借過 借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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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借過借過 哇 好像跳下來跳的有點高 原來我是可以出來的 那我應該要先去做一些探索才對 啊不對又按錯了 我應該是那個吧 他應該是那個吧 這樣爬得上去喔 喔?好厲害 頭目 WOW 這太讚了 好棒喔 我應該要找熟悉的草堆 可以下去的 那邊倒是有一個寶箱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 用走的下去我就可以不用再爬上來 這個嗎? 再来 真的都显示出来了 那我一个个拿吧 又按错了 双边练一下跑酷的技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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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聲音了 啊 這裡啊 等一下 我覺得可能那個箱在裡面 沒有嗎 還是在這 先我過一下嘛 我定一下位不然我永遠找不到 六公尺 剛剛都在二樓 欸 會不會從這裡進去啊 等一下 我下不去 要怎麼下去 你下去 好 這樣子 我要向下 好 我聽到聲音了 找到你了 找到你了 再來 商店好多喔 我現在沒有什麼錢可以去消費就是了 畫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按圈他會跑比較快一點點 他可以直接跳過去 沒有按的話就跳不過了 他好高喔比去前幾代 按讚 明天堂 現在的位置 是威脅落的 如果是威脅落的 我們要回到 是威脅的 我們把努力的 是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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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这边可以出去 快點 子侯 你把你弄到你的轎导 你扔子 可以 可以 他就打了 可以 我把你弄到 他想和他 你 你 他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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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子的吧 連三個一般守衛都打不贏啊 可是為什麼我剛開始不能先攻擊 看一下我在哪 好像被跳到太遠的地方還好 這樣我要拿那個寶箱難度就比較高了 我覺得我有必要先 他不能 為什麼不能暗閃啊 他不停車把武器 你狠狠 你狠狠 只要你生命 我沒有決定要打破 你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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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狠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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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狠狠狠狠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